户部奏请拨两百万两银子 还给加勒赴税几个省的百姓 其中顺天府就要拨六十万两 不要说了 朕得钱 朕得钱 你们分八百万 朕存两百万 还要真感谢你们吧 他是历史上最仙的皇帝 几十年不上朝 修贤问道 他也是大明朝最聪明的皇帝 足不出户 而知天下事 将全属人心玩弄于鼓掌之间 他就是佳静 极度的自私 却从不直接向别人提出要求 要么出一些难懂的谜题 要么说一些反话 让饱读诗书的大学士猜测他的心意 佳静四十一年五月 严宗霸相事番急行 徐杰成为了大明朝新一任的实际管理者 很快 他就迎来了上台之后的第一个难题 没钱 对于这个难题 徐杰的办法是抄家 严宗父子辛苦攒了大半辈子的家当 足足让徐杰抄了一个月 就连抄出的财产新单 后来都被整理成册 公开引刷出版 名曰天水冰山路 成为了清代的畅销赌物 严松跌倒 大明吃饱 这笔巨款算是解了大明朝的燃眉之急 严瞅着到了分赃的时刻 徐杰自然是想着拿赃款补窟窿 但佳静却惦记着自己修万寿宫 毕竟身体是严瞅着一天不如一天了 要是万寿宫修好 没准还能给自己续个几十年养寿的 但是这话怎么好意思说出口呢 于是徐杰面圣的时候 家庆整个人都是一阳怪气的 无非是东边起火 西北刮风 天塌不下来 只要是烦心的事 尽管说 朕喜欢听 徐杰就先给皇上介绍了一下 抄家的鸣戏 启奏圣上 抄莫严士帆 罗龙文 燕帽卿等一杆 勘力家财的单子 一共有黄金三十七万余两 白银六百四十余万两 其余 古货真丸折价也有近三百万两 说下去 很显然 家庆不想听这些明信 他关心的事 这钱该怎么花 奏请给兵部拨款三百六十万两 准奏 这打仗的银子不能省 家庆心里默默的算着 还省六百八十万两够用 好些省份积欠官员俸禄 力部奏请拨给两百七十万两 先把这些省份的欠缝发了 虽然已经欠了官员一年的工资 但这个钱家庆并不想发 你们不是自己有门路搞钱吗 于是语气就不那么好听了 分了吧 还有哪些省部欠了俸禄 都说出来 把这点钱都分完了了事 回圣上 趁等商议了 从别的口子 想办法慢慢补还 家庆心里的小算盘一过 还有小四百万两 差不多够用了 那就你们说了算 将刚才说的那些省份所欠的俸禄 补翻了 臣等遵旨 然而徐杰把票泥递给吕方 吕方就要披红的时候 家庆突然想到不对 我刚才是不是脑子发烧糊涂了 还有赈灾的钱没有算呢 这字可不能签 吕方 还块冰金 吕方的手一颤赶忙过去伺候 这字也是不敢再签了 为君的分钱了 没官的也分钱了 该给朕的百姓分钱了吧 皇上如天之人 户部奏请拨两百万两银子 还给加了赴税几个省的百姓 其中顺天府就要拨六十万两 家庆怒了 这么算下来 一千万两就给自己留下了二百万不到 你这还不如延挡呢 家庆可以无耻到何种程度 神医师早就说过 朝廷搞钱分为三步 略知于民 略知于商 略知于官 先榨干老百姓 老百姓没钱就榨干商人 商人再没钱 就拿当官的开刀 然而家庆没有想到的是 这二十年下来 窟窿实在太大 连严松都跌倒了 自己还吃不饱 严瞅这一千万两银子就要分完了 留给自己的油水明显不够 不要说了 顺天府跟万平大兴两个先令 都拿了没有 把他们的家都抄了 还百姓的钱 是 只是抄了他们的家 也是杯水扯薪 这两百万也不够退还 多征的赋税 安定人心而已 旅方这时候为难了 这钱皇上很显然是不想拼 所以就没有伸手 去接徐机的票你 朕都舍得你还装什么样子 拨吧拨吧都拨了吧 无非是朕住的地方破一些 无非是宫里的人穿着旧衣服 上街都讨饭去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旅方还能不明白吗 就跟徐杰商量 照你们这么分钱 皇上的万寿宫还修不修了 宫里我招的那么多小弟 还要不要吃饭了 徐杰也如实回答 亏了谁也不能亏了皇上呀 这不还留着二百多万吗 但问题是 二百万它不够啊 万寿宫都快成烂尾楼了 要想今年修好 怎么的也得小四百万 趁银片刻 家境才继续说道 这会儿一出 徐杰和吕方吓得赶紧跪下 忙说皇上要真心龙体 其实这两个月 家境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 这不说着说着就发病了 家境马上采用了神仙自救 第一式强行打坐 但效果明显不行 于是又赶紧采用了神仙自救 第二式显丹护体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安慰器效应 家境吃了颗丹药后 整个人的状态明显好了许多 家境问徐杰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让太医院的那些凡人给朕瞧病 徐杰很认真地响应了皇上 皇上圣名 家境转头问吕方 吕方的回答更高明一些 朱大 只要吃五骨 就是大罗天仙 也会生病啊 朕今年六十岁了 休了这么多年 六十是个坎儿 过了这关 不定就能够长生不老了 太医院那些用医帮不了朕 谁也帮不了朕 知道吗 紧接着画风一转 问起了玉王的病情 徐杰老师回画 说玉王的病已有好转 因为李时珍进京了 给玉王看病的人进京了 给朕看病的人也进京了 在六B居给朕开单方的那个人是谁啊 户部主事海瑞 徐杰和李方都猛了 原来关心你儿子的病只是卵石扑街 目的是要把话题引到海瑞身上 家境一早就收到了陈红的汇报 也知道了海瑞在六B居提字的事情 在家境看来 海瑞是玉王推荐的人 所以此局必然和玉王有一定的关系 而更让他震惊的是 一个海瑞竟有如此大的能量 为了帮他脱罪 先是其大柱找他师父朱七求情 朱七让大柱把消息送给徐格老 自己则亲自去找吕芳汇报情况 而当他带着这样的猜忌去对话的时候 似乎感觉到吕芳也在和徐杰一唱一和 实在是可疑 于是另一场君臣对峙大戏就开始了 你们想给我治病 我倒要先治治你们的病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看样子 你是执意不肯帮师爷点个赞再走吧 你到底想要我做什么 请小哥老直言 那好 评论我已经带你拟哄了 你自己照着抄吧 对不起 我是不肯帮我 没来